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631集 就这样 过了十多分钟 张凡才缓缓地睁眼 方言也知道张凡刚才在做什么 开口问道 张先生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嗯 有些发现 张凡话音刚落 方言忽然望向远处 说道 张先生 您看那边 张凡顺着方言的目光看去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询问馆长真龙情况的那三个人 三人目光也锁定在了张凡和方言身上 并且缓步朝着两个人走了过来 那头发花白的男子一笑 在张凡二人身上打亮了一眼 两位好啊 你好 张凡也笑了笑 他并没有感受到那头发花白男子的实力 不过感受到了另外两个人的实力 壮汉两方面的实力是第二镜第三段天峰 和方言一样 短发女人的实力是第二镜第五段天峰 这时候那头发花白的男子笑道 你们应该也是过来找真龙族的吧 听到这话 方言眉毛一条 望向那男人的眼神里多了一抹警惕 是啊 我们刚过来 你们过来很多天啊 应该有所发现吧 有一些发现 并且呢 我也可以把我的发现告诉你们 哼 多谢好意了 不过 不需要 张凡的回答 让那头发花白男子三人有些意外 那头发花白男子脸上的笑意 也是骤然间消失了 三位还有别的事吗 如果没事 我们先走了 说完 张凡便和方言朝着远离三人方向走去 三人愣愣地看着张凡和方言的背影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张凡会拒绝 大哥 看来咱们很难利用这小子呀 那壮汉朝着头发花白的男子说道 咱们对那个馆长的监控 还需不需要继续啊 继续吧 万一能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头发花白男子说道 从他们找到馆长 在馆长那里吃了闭门羹 从开始就安排了人监视这馆长 通过监视 他们也发现了张凡和方言 昨天在张凡探查他们的同时 他们也探查到了张凡两个人 依我看啊 他们受不受咱们的利用也都无所谓 只要把王建公给搞定了 咱们成功得到真龙族的概率 也可以大大提升 他可是国内对于西夏皇陵 最了解的人呢 不 他们要利用 王建公也得搞定 利用他们是要针对咱们的对手 搞定王建公 是为了咱们能找到 并且夺取真龙族 这样吧 我负责跟这两个人交涉 你们负责 去搞定王建公吧 大哥 通过上次的接触 王建公是个 无儿无女的死硬分子 咱们恐怕很难搞定他呀 那壮汉说着挠挠脑袋 要不 您负责王建公 我们两个负责跟这两个人交涉 你们两个的实力不如他们 难以压制他们 他们两个呀 必须得我来 灰白头发的男子摆了摆手 好吧 壮汉看了眼短发女人 咋吧咋吧嘴巴 三人也不再逗留 乘坐电瓶车 离开了子弟 见三人离开 方眼说出了他心中的疑惑 先生 既然他们说 可以把他们的发现告诉咱们 那咱们听听也有何妨啊 反正咱们也不会损失什么 说得对了咱们就听 说得不对 咱就不听 说不定还能对于咱们 获取真龙族有所帮助呢 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咱们怎么判断 对方说的是真是假呢 这 您的手里不是有本翻译资料吗 是 我手里面有翻译资料 是有关于西夏亡灵 记载最全面的资料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 向我们提供西夏亡灵的信息 所以呢 听不听是无所谓的 你还记得咱们昨天的聊天吗 记得 您说他们是咱们在明处的风险 在暗处还有别的风险 没错 咱们和他们素不相识 更谈不上什么交情 他们凭什么主动跟我们说他们的发现呢 这里面 一定有他们的利益追求 是这样 可是 这和那明处暗处的风险 有什么关系啊 想来想去 我感觉他们只是想利用咱们 帮他们对付那些个来自于暗处的风险 当然 这些个风险对于他们来说 是在明处的 方言文言 看了看张帆 微微点头 哦 那张先生 您还没说 您有什么发现呢 真龙足印的脚步不微 和真龙足的脚尖位置 正好横跨了整个太陵的主墓葬 深度是半米 根据墓葬上面的土质结构 想一下子 在墓葬上面留下如此深的脚印 每一个点位 都需要近万斤的力量 根据主墓室的机关构造 当墓葬上空 有这个力道之时 会出现万毛奇射的状态 也就是会对真龙足发动攻击 即便这些攻击 对真龙造不成什么伤害 但是也应该会呈现出来 遗留在墓葬的上方土地里面 可是我在博物馆出现的视频 还有整个太陵的发掘过程里 并没有看到一根树像的毛竿 所有机关里面的毛竿 都还在主墓室里 并没有发射 这一点 不合常理 听到张凡这一番话 方眼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张先生 您的意思是 太陵主墓室上的真龙足印 应该是后来伪造的 不是真正的真龙足印 真龙足印和整个太陵相比 实在太小了 除了那几张足印照片之外 并没有别的什么线索 发掘太陵的视频资料里 也并没有真龙足印的内容 仅凭那么几张照片 张凡没办法确定 真龙足印的大小和具体位置 如今 张凡从王建功那里 获得了足印的确切位置 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伪造真龙足印 这 是为了 要误导咱们这些个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